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Poundy 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体 帮助学生学中文 我们可以在Google Search里面 找到这个Poundy Reader 先声明啊 我跟Poundy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一个老师 我是使用者 可以用Google或是Facebook Sign-in 登录以后 这是我的Dashboard 总共我做了很多课 你只要是有Sign-in的话 别人做的东西 我这边都是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假如我打字打进去的课文 我每一课都只有打进去课文 我是用正体字打进去的 但是我的学生有学简体的 有学正体字的 那他们可以用这个 View Settings看到 可以选择字体 你可以看到两个都可以看到 或是只看到简体 或是只看到 不要看到拼音都可以选择 那这里有很多可以按的 比方说 我要把这些 这个它自动产生很多的生字 那我可以选择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生字 是可以让他们练习的 学生可以按这个URL 这个二维码进入 然后自己练习 可以用手机哦 那它也可以自动的产生一些语法的介绍 那我们也可以改编 假如你有这个登录 有付费的话可以改编 作业它会产生五种不同的游戏 那这次也是付费的版本 那我是有为学生争取这个付费的版本 他们就可以用 那我的功课我就会这样出题 请他们选三种不同的游戏来玩 像这个同学他选了选了以后 他以截图的方式 放在这个Google document的模板中交回来 那我也可以请同学 用这个pundi的方式来录影 就是学习新词 这是一个同学做的功课 他选了五个字 然后这些 这个都是由pundi的AI system 创造出来的 不是我做的 那你只要比方说 比方说你在pundi里面 你看到这个听 他会显现出这个字是怎么写的 你要说打听是什么意思 他会显现出来 他这边会有写说打听 这边会显现出来 唐听是什么意思 这边下面会有英文显现出来 那pundi还有可以练习口语 你要去这个网站的话 这个网址的话 你可以把你要学的词打进来 然后一按 然后他就可以练习你说话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用的 我把这边我自己做过的 40课的pundi lesson 跟大家分享 那你也可以按pundi的图书馆 看看pundi的图书馆里面 有很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用的 你看 这53个pundi就是53个课文 7个 17个 这些都有 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 学生可以在家里可以自学 我暑假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网址分享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自己练习 假如他们学生愿意付费的话 他就可以玩很多游戏 没有没有付费的话 他们的没有付费的话 他们看到的 比方说可以看得到这个这个生词 可以看得到这些文章 那可是不可以玩这个游戏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告诉我 好 谢谢大家